一只给你的视频 这个视频 是我给我的粉丝的 也是给那些 关爱小动物的爱心人士 我收养了这些小动物 给不了它们优越的生活环境 给它们的 只是微不足道的关怀 在这里生活 大概只有天真和自由 希望你们在这里生活的 长长久久 其实人类与动物和自然之间 有着很深层次的牵绊与守护 我们要爱护动物 地球不仅是人类的家园 也是地球上 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 喜欢看我视频的人 都有一颗柔软的心 它们关爱小动物 看到小狗狗病了 小狗狗走了 它们会伤心地流泪 它们真的是很善良 很有爱心的人 也感染了我 同时 我也感染了身边人 我们旁边果园的大爷 收养了一只叫大黄的狗 因为它的果园 不是封闭似的 所以它随时来 又随时地走了 但是有一天夜里 它生了这两只狗狗之后 就离开了 不知道它是恐惧还是害怕 天亮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它 所以鬼儿大爷 天天听到我们院里 有小狗的叫声 知道老大生了 可以喂养它们 我也是没有办法拒绝 你们看 它多可爱 可能它心里 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我们也期待 有个好的明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